画面上是人来人往的信一路与异一路口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警察局长张树德 及交通处处长王震宏 一起在路口转角观察车辆礼让行人的情况 持续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谢国良指出也乐见于中央预告修法 将把车辆不礼让行人的罚还提高到3600元 因为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跟子女推着长辈 在基隆市行走 我真的觉得安全安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谢谢警察局跟交通队张局长张队长都非常的认真 在农历年及农历年后都在宣导这个概念跟计划 那中央非常感谢最近也开始重视起来 以前过去我们是裁罚的标准 现在听说都是罚上限 假如有不遵守行人的话 中央指示未来都是要裁罚3600 那这是很重的一个罚则 可是也代表了大家不分地方基隆以及中央全国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决心 就是车子碰到人 尤其是在绿灯走在斑马线上面 一定要礼让 我希望这个会是 不管是未来基隆的行人跟城市的一个文化 也是未来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在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在农历的除夕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市长都带我们到我们基隆的重要的路口去执行 那一个时期是宣导 加强宣导 那不过现在已经宣导一段期间 那我们配合这个交通部的修法 他有预告三月份他要提高到3600 所以我们现在是双管齐下 里面在左边看到的是宣导牌 那在右边有收证 那如果说这些驾驶人不礼让行人 我们就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署条例44条跟48条 依法来给他开阀 那也呼吁我们这个驾驶人 因为你有可能也是一个行人 因为你要去开车前是行人 你车子停好下车你也是行人 那你将心比心 如果能够用同理心 我想我们基隆包括全台湾的交通会更好 台湾曾经被外国媒体批评为行人地狱 而随着疫情解封 各地观光客还有游轮旅客 都将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因此谢国良市长希望透过行人友善的推动 让外地游客对基隆留下一个好印象 甚至还有人用行人地狱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台湾的街道环境 所以如果未来我们想要透过游轮观光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可是我们的车子却不离让行人的话 那这样子对我们基隆的观光 也会有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就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积极努力的来好好的改善这个城市文化 让大家都离让有善有爱 市长谢国良推动的干净家园跟行人友善 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 提高整个城市的质感与国际接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